今天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报告的不是只有陈其重 还有食药署的署长吴秀梅 那么台中现在揪出有国产的未来蛋 今天吴秀梅就不会问到说 你未来是不是要加强进口蛋的管理呢 吴秀梅说食安法规规范很清楚 每家公司的冷链有所不同 业只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任 先前大兴爆出用劣质快筛 假装成了美国货 结果吴秀梅还说 要怪就怪厂商啊 就现在又说业者要自己出来负责任 所以难道百姓会不会吃到有问题 但跟政府好像毫无关系吗 还是吴秀梅讲的厂商 其实是要那个资本额50万的超司 应该赶快出来负责呢 董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实在很厉害 就是国家有烂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借机发财 过去淹水阿扁时代就弄个 就是八年八百亿 那国民党跟亲民党那头立法院够办 说你这个是要养装脚 结果他发动农民 几十步游览则包围立法院 结果八年不止八百亿 变1160亿 给更多 装脚照养 这个国家有烂嘛 因为很多地方淹水 从阿扁时代到现在 快二十年是不是淹得更厉害 是啊 钱都给了 淹得更厉害 对不对 现在是下个雨都会淹 过去要大台风才会淹 好那你再看 我们蔡英文上任的时候 变本加厉 她告诉我们 台湾很多地方 城乡差距很大 所以我们要做前瞻计划 轨道 然后轨道又风给庄角了 里面还有治水的计划又来了 大家看前瞻 八千多亿 以前是八百亿都不得了 现在是八千多亿 然后大家分一分 分一分好高兴 又来了一个疫情 那这是国烂当头 是不是 赚更多 疫情大家知道吧 口罩要排队 疫苗要排队 然后快筛也要排队 然后快筛 国家队 每个都有国家队 是一家小吃店 可以拿到政府 十六亿五千万的快筛剂 都可以看到了 所以超市这个算什么 超市是五十万 拿到一亿七千五百万的补贴 那这个比起来是不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里面 最可怜的是陈明文 陈明文是最早投靠 陈水扁 然后又去巴着蔡英文 他每一步都走对 可是他弄一个养猪场 三千乱才带一亿 被你们骂成这样 是不是最可怜 他现在要在看这些新潮流 你看九天嫌你开九家 每一家的资本人五万块 可以做十几亿的生意 是不是 所以你一把他算起来 民进党这些人 真是从陈明文进去以后 已经增长了功利好几倍 那这次的但 你看大家都在讲 秦李乔是谁 没有人看过他 这个人被隐藏起来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出来的话 可能就要不穷比线 所以所有东西还在背后里面 陈吉仲今天一直出来 急功道歉 他现在又二次道歉